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 論當世,思來者,和大家一起誓說太史公, 史記,於是歷吉日, 以齋戒,於是到了吉日,天子就齋戒, 重朝衣,穿著朝衣, 承發駕,跟著天子 朝儀規定的老保, 建華旗,建立一支天子的旗幟,明玉聯, 旗上面有玉的玲, 玉做的聯,幼富,他這次就不去打獵, 他是從事一個學術禮儀的旅程, 幼富,綠藝之幼,不是去上林打獵,是去 綠藝,這個郊野打獵, 茅富仁義之徒,去走去仁義的路上, 這些全部是 symbolic的東西, 這些全部是象徵性的東西, 鑑富,濫富,春秋之林,去哪個森林, 我看不到,是春秋的森林, 舍利守,兼舟雨, 這些都是詩經,大雅裡面的東西, 歌元賀,見肝斥, 全部都是去從事, 研究學術的東西, 載魂筆,掩群雅, 這個是雲旗,其實是, 乘住雲旗去看詩經群雅那些東西, 卑佛坦,對佛坦的作者的遭遇感到悲哀, 樂樂衰, 這個是風,這些是詩經的風, 裡面講講的東西,修容符禮譜, 然後去哪裏整莊呢,去禮的範圍, 檢點自己的行為,奧長符, 書譜, 在書經的範圍上面, 飛來飛去,述逆道,講逆經的道理, 放怪獸,放了怪獸登明堂, 明堂也是講經的地方,坐清廟, 坐上去清廟,賜群臣,叫群臣放膽講話, 奏德塞,把所有德塞講出來, 四海之內未不受獲, 於是四海全部都有所得益,因為這些完全是學問, 道德的追尋,於是支持, 天下大月,這個打獵不是令到, 在學問和道德上的打獵不是令到天子很開心, 是令到全世界都很開心,天下都很開心, 響風而聽,全部跟著風聲,聽天子做的事, 隨流而化,去到哪裏,人民就跟著 這個教化,衛賢,興道而遷移, 振興了道,而全部人都改了,跟回義, 刑錯而不用,不用用刑罰, 德龍父三王,德比三王更厲害, 功善於五弟,功勞可以和五弟相比, 若此故獵,乃可喜也,去到這樣的打獵, 在道德和學問上的打獵,就是最值得人開心, 若父,終日暴露辭呈, 否則經常在街上,在郊外,暴露, 即是在野外地方,騎馬,坐車, 周圍走,路臣撫迎, 結果是令到自己很辛苦, 罷居馬之用,令到居馬用到殘了, 远士卒之正,是令到那些士卒的精神沒有了, 日日去做這些事情,廢虎負之財, 浪費了國家的錢,而無得厚之恩,而結果, 並無厚得對人民, 無在獨落,只是一個人開心, 不顧眾樹不理平民,亡國家之正, 忘記了國家要搞什麼,而貪此兔之禍, 而終於去打山雞和兔子,即是人者不由也, 人者是不會這樣做,從此官知, 如果由這樣來看,齊楚之事, 豈不哀哉,齊楚,你們兩個講, 你們打獵這麼厲害,那是不是很慘呢, 你們地不過千里,齊楚有多大, 一千里,而有居九百, 黃打獵的地方佔了九百,是草木不得狠闢, 於是就沒有開闢草木來種田, 而民無所食,那些人民是沒有食物, 扶以諸侯之勢, 你們一個這麼小的國家,而落萬城之所車, 那些人是連萬城天子都覺得奢侈, 勃恐百姓之避其猶人, 恐怕百姓就會很慘, 這個就是無視君,用來教訓 紫虛和烏友兩個, 於是兩子肖然改用, 兩個沒有聲音出, 肖然若失,好像知道自己錯, 都有慚愧知識, 殊柔備直, 起床, 不敢坐在那裡, 起床站在那裡, 彼仁固留,我們是不懂事, 不知忌諱,說了錯事, 乃今日見教,今天很感謝你們教了我, 謹文明義,以後我們知道改歌, 不要誇張,講這些打獵的事情,以為驕傲, 這個就是子虛虎, 符咒,這些符咒都上去,天子以為狼, 天子就用了他做狼官, 無視公,其實這篇文章是無視公, 言天子尚臨廣大, 山谷水泉萬物, 山谷水泉萬物, 山谷水泉什麼裡面都有, 乃子虛,然後子虛, 一開始就講,楚雲夢所有者神眾, 楚國雲夢大宅有幾多, 車尾過其實, 那些車字全部不是真實, 說這些,且非以理所上,而且不合道理, 故山取其要,所以我只講了他最主要的事情, 歸正道而言之,而講真正的道理, 是不應該做這麼奢侈的事情,而是這樣去打獵, 圈了土地來打獵, 雙魚為郎數歲, 雙魚做了郎官幾年, 會唐蒙,大家都記得唐蒙, 史略通夜郎西白中, 就是想找人, 出事去打通夜郎和西白, 發巴塑,我們在西南儀有講, 發巴塑,利卒千人,發很多人, 郡又多為,發轉曹, 萬魚人,然後又在郡發多萬幾人, 轉曹,即是來運輸糧食,去作通這條路, 用興法朱其詩, 渠詩,是用嚴厲的軍法來治當地 土藩的遊長, 要他們出人幫忙,作通西南儀的道路, 巴塑民大驚恐,巴塑民很害怕, 因為騷擾人民很厲害, 尚文芝,天子就知道, 乃使雙魚摘同盟,叫雙魚去罵同盟, 因預告巴塑民以非常熱,而且去轉告巴塑的人民聽, 這樣使用的人民,不是漢武帝的意思, 核若,天子的詔書就是這樣講, 告巴塑太秀, 告訴巴塑太秀, 萬宜自善,那些萬宜自己立為王, 不吐之日久矣,很久都沒有打過他們, 時侵犯邊境,他們有時侵犯兵境, 盧士大夫,他們侵犯邊境, 要搞到我們要抵擋, 就辛勞士大夫去抵擋, 陛下職位,現在皇上職位, 全府天下,是想安撫天下, 緝安中國,令中國安定, 然後興師出兵,然後就出兵, 這是用司馬相遇的口氣講的, 北征兇奴,打了兇奴, 善於佈核,令兇奴的善狐, 很害怕,交臂壽事,交上手臂, 即是趴在地下,聽命令, 屈室請和,跪在地下, 要求講和,康居西域, 一個西域國家,康居這種地方, 從譯請朝,這些地方, 是經過幾重翻譯的說話, 來到要求入朝, 插手來響,在這裡叩頭要求 朝見天子, 宜師東子,然後把軍隊去東邊, 敏越雙豬,平了敏越, 又調潘如,又回來西一點點, 打了進去潘如,即是南越的地方, 太子入朝,南越的太子要入朝長安, 南夷之軍,南夷的軍王, 西伯之長,西夷的軍王, 常校共職,一定經常都要入共, 不敢太多,不敢,是停止, 然頸拒忠,伸長條頸,舉起腳, 表示個期望,如如賢, 曾歸二,全部爭著向漢朝效忠, 欲為神妾,本來想做神妾很久, 道路遼遙遠,但條路很遠, 山川阻心,那些山川阻住了, 不能自治,是沒有辦法自己來到, 扶不信者以諸,那些不投降的, 已經被殺死了,而為善者未上, 而那些肯投降的,效忠的, 又沒有人打賞他們,故遣忠郎,帳王賓之, 所以我就派了唐蒙去和他們交往, 發巴蜀市民國, 五百人,發巴蜀兩個地方,每處發五百人, 發一千人,以奉百幣, 來送一些錢和布白給這些西南軍長, 為侍者不言, 保衛侍者,但又要保衛侍者, 非有兵甲之士,不是要打仗,戰鬥之急, 其實來這裡不是打仗, 金民旗發軍兄制,聽說他調動軍隊, 只要將軍事來處理, 經據子弟,那些人當然很害怕, 抓他們的子弟去打仗,憂患長老, 認到他們的父母,父老全部都很害怕, 郡又煽為轉宿運輸, 郡又逼他們幫朝廷運輸糧食, 皆非陛下之而也,這個都不是陛下的意思, 當行者或亡途自殘殺, 要走的人,結果搞到逃亡,或者自相殘殺, 此非人臣之節也,這個也不是人臣應該做的事, 上面這一段先罵了當地的官, 好,這節到這裡,